秦琼正然和一伙歹徒交手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 二哥别打 都是自己的 好 秦福宝 虚晃一简跳出圈外 回头一看 就愣住了 喊叫的这个人非是旁人 正是巴黎二仙庄赤法林冠 善凶性 再往善二爷身后看 有黄天虎 李成龙 大刀王玄 王军可 想当初 在二仙庄 众人都见过 可是秦琼 怎么也没想到 善凶性居然 会在这里出现 这时 这时就见善凶性从台阶上下来 登登登登登 强步欺身 败倒在秦琼脚下 二哥 一向可好 树小弟 我给您问 我给您问 黄天虎 李成龙 王军可 也都跪在后边 秦琼赶紧把双肩放下 用双手相掺 二弟 各位兄弟 请起请起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二哥也 一句话 两句话 说不清楚 请到屋中详谈 你们还不给王二哥赔比吗 跟秦琼动手 这些人 全跪下来 哎呦 哎呀 不值得是您 我们该死 我们该死 秦琼也说了几句客气话 让他们都起来 跟着善凶性 到了听房 分兵主落座 这才详谈 前文书咱说了 秦琼千里忘游 绕走山西 到善雄心的家里头 结果善雄心 让秦琼吃了闭门羹 十分冷淡 连门都没让进 为这事 把秦琼哭得够呛了 究竟善雄心这么做 目的是什么呢 原来善雄心 有点多心 你看当初 跟秦琼那么好 为了秦琼运动官司 赛雄心 不惜花掉万斤 后来听说 秦琼在北平府 二堂任孤亲 闹了半天 他孤府 是北平王罗义 他表弟 是少保罗成 哎呀 善雄心就有压力了 心说秦琼的身份 跟我们不一样 如果再交下去 倘若秦琼 为名利所动 要把我们出卖了 怎么办 卖我一个人行 但我是总条袜子 我手下有成千上万的弟兄 倘若把这些人都出卖了 这个损失可太大了 但是 此时这么一想 还不敢断言秦琼是这种人 所以善雄心 扔给秦琼一个包袱 里头有一本 陆林大大 那上的开列的 山峰海岛 各地英雄好汉的名字 看秦琼怎么办 你真想要到官府去立功 你把这本账往上一交 那就暴露你是个什么人了 如果不是 就说明你是英雄好汉 咱们还揭插往下交 那么秦琼建的这本账 也明白善雄心的用意 知道他误会了 就在善辉门前 一火分化 把这本账烧了 山雄心躲在大门里边 隔着门 看得清清楚楚 按条大拇指成的发了 我没看错人 秦琼果然是好样的 不像我想的那样 因此这一律 就烟消雾散了 这是头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秦琼发配北深府 将近二年的时间 家里人能不见面吗 特别是秦琼的母亲 想儿子都要想疯了 最近几乎一个月 给善雄心来一封信 问儿子 秦琼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不回家 特别是最后这封信 老太太想儿子 想病了 现在是要死要活 把善雄心可急坏了 原来他代替秦琼 望老秦姐写信 就说我二哥 现在经商呢 正在边北做买卖 发了大财了 老人家您放心 过两天他就回家 总是说这种话 可一回两回行了 时间长了 老太太就起了秦琼 山雄心见到姓之后 心如火烧一般 盼着二哥快点回家 见老娘 一家团圆 倘若把秦琼接到家里头 那又得耽搁三日五日 觉得秦琼不忍 侮辱冷着脸 把秦琼关到门外 让他快走 当然了 这个做法是下策 但是山雄心的心是好的 后来发现秦琼 没有其他的想法 山雄心领着人 绕走和坚府任秋仙 顾瓷在这等着秦琼 派下不少人 在路上读着他 不管哪一波英雄 见着秦琼把他请到任秋仙 大王庄 弟兄好相见 把这话说清楚 这个地方 是河北河坚府任秋仙 归大刀王玄 王军河管辖 王军河就住在大王庄 他手下 也有千八百弟兄 其中有那么一伙 不认识秦琼 结果把这奶奶给做了 把骆驼舵子 黄标马 牵到家里之后 王玄一看 这不是黄标马吗 再看这对双俭 这不是秦琼的吗 看来是一场误会 因此派人去找秦琼 正在这时候秦二爷到了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王玄觉着非常对不起秦琼 埋怨手下的弟兄 做事情太鲁莽 因此不住的向秦琼赔礼道歉 等话说完之后 善雄信从怀里头 把秦琼的娘的信拿出来 交给秦二哥 二哥呀 不是小弟不招待你 您快走 我们可不留意 应当回家看望老伯母 秦琼一看把娘急得这样 卧床不起了 秦琼心里也十分着急呀 恨不能泪生双翅 飞回家中 在这草草的用了饭一闭 秦琼就准备提身 临行之时呢 秦琼提出来 我娘来年九月初九 办六十大寿 如果各位弟兄 要赏脸的话 千万到我家去 活在家中姑后 好烈啊 不 不但我们去 去的人少不了啊 一定跟老伯母拜授 然后咱们弟兄再见面 这是一件事 可咱们正在说这个时候 外边进来个大个子 晃晃悠悠一催门进来 啊 那牛 我都赶到眷里去了 秦琼一看 正是立分双牛的那个牛棍 本来对他的印象就非常深 见着他就非常喜欢 就见王军河点了点头 嗯 既然这样 夏琴用饭了 回过头来 他看着秦琼了 就见他一乐 我黄巧 你听这名多好 他给秦琼送了个戳号 叫黄巧 你还在这呢 他往前凑了凑 压低声音 其实就压低声音 这屋里人全能听清 黄巧 我跟你说点事 你可别告诉他们 是我让你来的 秦琼点点头 好好 我一定不说 一定不说 你要告诉他们 他们就不管我饭吃了 说完一转身 他走 大伙这个乐呀 秦琼说真是个傻子 有这么说话的吗 所以秦琼就问王璇王军河 贤厉 刚才这个主是谁呀 跟你是什么关系 王璇一瓶 你皱眉 二哥 这人啊 叫罗世信 傻了吧唧的 不过人心眼可蛮好的 你要问我他怎么个出身啊 我也说不清 说这话 六年前了吧 他从别的地方 流落到任秋县 哎呀 把这个县城啊 搅闹个地夫天翻 乌烟瘴气 把四乡八阵的老百姓啊 也糟蹋的不清 哦 此话怎讲 大事他不干 他就没了吃口饭 领着一伙要饭花子 他简直就成了头子了 你看他个儿有多大 两臂一晃 要多大劲有多大劲 一开始宴街乞讨 伸手管人家要饭吃 后来干脆不要了 邓眼珠子就抢 建馒头 抢馒头 建大饼 抢大饼 有时候连人饭锅都给拔走了 官府虽然也管 他又不犯大罪 你能把他如何呀 顶多蹲个十天半月的 揍几十鞭子 几十板子 又把他放了 他皮草肉后还不怕打 放出来之后 他揭插还照样干 因此附近的百姓脑袋都疼 那一年我到任秋县去办事 遇上他了 他把大手一伸 管我要银子 我就一乐呀 我问他冲什么管我要钱 二话不说 他把眼珠子一瞪 就跟我交开手了 我发现此人力大无穷 也非常喜欢 另外呢 想给本地老百姓呢 免出一个祸害 所以就把他收留了 一直带着我们大帮装 到这儿 随便管他吃喝 只要他不惹祸就行 哎 你还别说 他吃饱了 一点祸也不惹 为了站住他的身子 我就叫他放牛 反正把那牛就交给他了 你没看他把那牛放的 不是少眼 你就是没鸡就 他一生气 把牛鸡就摆掉 再一生气 把牛眼珠子给抠出来 可是咱家也不在乎 牛死了就吃牛肉呗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你问他别的他不清楚 就职的姓罗叫罗世信 家里头可能什么人也没有了 哦 闹了半天 这个苦孩子 二哥 您问这个吗 我倒挺喜欢他的 二哥 你要喜欢这么半得了 我就把他送给您得了 不不不 君子不多人之美 哎呀 哥哥 咱谁跟谁 一个傻子 我还能说怎么留恋吗 您喜欢 一言为定 给您了 其实这个人呢 你要好好教导他 可能还是个帮手 二哥 你看怎么样 多谢兄弟 大家一听都高兴 有人还说呢 秒虽鸾凤 飞腾远 人伴贤良 品质高 如果罗世信 真跟着秦琴 将来还许变成不是傻子了 对不住还有出息呢 但是王军可知话脑袋 不能 这个人天生的愚昧 一条道跑得黑 二哥 您带着他倒行 我怕他给您惹祸 这个事还得骗骗他 编一套瞎话 就说您是他亲哥哥 就说您这次来 就是为接他来的 另外他特别想他娘 有时候做梦啊 都哭醒了 那么就说老伯伍是他亲娘 这样他才能听话 才能乖乖的跟您走 请求您看好吧 过了一会儿 派人把罗世信找来了 罗世信这只也吃饱了喝毒了 到屋之后 见着王军可就问 找我什么事 哈哈哈哈 耻心哪 我给你道喜了 什么喜事 你认得这个黄面大汉是谁吗 他叫黄巧 不准胡说 看来你不清楚 他就是你亲哥哥 亲穷 亲叔宝啊 他为了找你 费了二年多时间 好不容易 算遇上你了 我再告诉你 他要接你回家 去见你娘 是吗 我娘还活着呢 活着挺好的 就是想儿子 盼着你早点回去 一家人团聚 娘啊 我娘心太神了 老爷不管我了 我想我娘 我这就去 别擦擦 别擦擦 这不我跟你说清楚吗 你就跟你哥哥走 切记 你可得听你哥哥的话 你要犯了野性 或者不听话 你哥哥就不管你的饭吃 就不允许你见你娘 懂吗 倘若人家要把你给赶出来 你再回来 我可也不要你了 活活的把你饿死 你明白吗 我明白 我回家之后 见着我娘 我哪儿也不去了 哎好好 但愿你说话算数 去过去 还不跟你亲哥哥施礼吗 哥哥 小弟给您磕头了 把琴琼乐的眼泪都出来 烟脱用手相掺 把罗世纪压起来 给他换了套衣服 把头梳了梳 这才跟秦琼起身 弟兄们一直把秦琼送到便房 秦琼一看 一点东西也没损失 十二匹骡子 自己的黄标马都找回来了 这才起身上路 弟兄是撒泪分别 按些善凶信 王军可等人 咱且不说 咱说秦琼带着罗世纪 高高兴兴 回转山东济南府 一边走的 秦琼一边问罗世纪 兄弟 在这儿练武没练呢 练了 谁教的你 就那个王军可 你都学会什么武艺了 学了可多了 长拳 短打 马上 部下 十八班兵人 我都学过 哎呀 那么你学的怎么样 学一招 忘一招 全他妈忘了 哎呀 秦琼一边这个饭桶 那你究竟会什么功夫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力气大 我想怎么拿 我就怎么拿 不信你看看 这罗世纪说的高兴的地方 噔噔噔 奔道边的树林去了 有那对家族的小树 罗世纪双手抱住了 望上一笔楼 哎呀 下了 哎呀 两根拔呀 有时候一高兴 这石头重有千斤 罗世纪一下腰搬住了 哎 起 我丢 把千斤石就举过头顶 秦琼一看 真神力也 我有这么一个好兄弟 可增加了左膀右臂了 美中不足者 就是有点愚昧啊 那门诱导吧 多赞他不犯傻了 这人非有出息不可 这人非有出息不可 路上无话 这一天到家了 等到历程县 太平街专注像 秦琼来到门前一看呢 有点发傻 为什么呢 因为家变了样了 二年前不是这样 你看现在气派也不得了啊 一丈多高的围墙 高大的门楼 天无响的门洞 青石的台阶 门前两六 砖码的装掘 左一层院子 右一层院子 这 这是我家吗 不是 我走错了 秦琼正在门前张望的时候 从门里边出来个人 书宝一看 非是旁人 正是老哥哥秦安 一看秦安呢 变压了 头上戴着青段水头嘎的巾 身上穿着青段长袍 脸面也显着疯满了 鼻子头散亮 在后边还跟着几个仆人 秦安正指手画脚告诉他们 把这门前好好扫扫啊 让咱们这场街干干净净的 从今以后你们就干这活 市总管市总管 可秦安一抬头 张看着秦琼 兄弟 你回来了 莫非我在梦中吗 哥哥 这不是做梦 我的确回来了 哎呦兄弟 你都把我们想死了 你怎么不回家 在门口转悠 老哥哥 我怀疑这是咱家吗 啊 啊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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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那会儿这房子没翻修 怪不得你眼生呢 你忘了 你在外边做奶奶挣了大钱 托人把钱送回家里 告诉把这房子翻修一下 这样才破土洞的宫啊 这是咱的新家呀 你忘了这个叉子 秦琼明白 这都是善凶性经手办的 那么说我就是没走错 书宝点头 姚哥哥 这是我顾的脚腹 这些锣子上驼的都是我带回来的东西 咱们有话到里边再说吧 好好好 来来来 快快快 把坨坐得赶到院去 把东西卸下来搬到上方屋 这罗子好好的喂养啊 另外各位啊 行的这屋 招待茶饭 秦安陪着秦琼带着罗石镜 往里边走 秦琼的心呢就跳成一个了 老哥哥 我娘怎么样 哎呀 想你都想病了 三天水米没沾唇啊 都把我们急死了 刚用过药睡着了 秦琼点个点头 就这样到娘的房里 秦安到里面一送信 全家人可开了锅了 少爷回来了 老夫人宁视 迷迷糊糊也被惊醒 就问神旁的儿妻假事 幼儿里头说什么呢 给您老人家喝喜 您儿子回来了 太平郎回来了 是一点不假 照说的 秦琼进了屋 跪在娘的床前 放声大哭 母亲 恕而不孝 我是最该 万俗啊 娘俩抱脱痛哭 在屋里的人是 无不下泪 谁不难过 哭了好一阵 这才止住悲伤 老太太本来没病 就是想儿子 儿子这一回来 一高兴 病还好了 翻身能下地了 一家人自然是喜欢 秦琼把眼泪擦了他 娘啊 我一肚子话 一会儿半会儿说不完 我先给您介绍个人 使信啊 你过来 你不是想娘吗 这就是咱娘 你还不过去磕头 另外秦琼趴在母亲耳边 压低声音 把罗世信的事 简单地介绍了一遍 老太太是佛心的菩萨呀 一看儿子做得对 哎呦 这条大汉 虎头虎脑的 多少人喜欢呢 家里多一个人口 多个儿子 有什么不好呢 这娘俩一见娘 还就投缘 丧才秦琼和老太太哭 那事 罗世信在旁边也哭 容等秦琼一叫他 过来见娘 罗世信比秦琼啊 还激动 娘啊 母亲啊 娘妹 搂住老太太的双腿 把头扎到怀里的 像小孩撒娇似的 这都苦 老太太也哭了 知道这孩子是苦命人 要哭罢多时 用手帕给他擦干眼泪 痴心啊 不必难过 咱们娘俩见着 一家人就团圆了 从今以后娘也不离开你 你也别离开娘 娘啊 我哪也不去了 往后我就陪着您在一起 说这话他乐了 秦琼叫他起来 接着介绍 兄弟 你多年不在家 这些人你都不认识 往后常在一起 我得给你介绍介绍 看着这位娘 这是咱的老哥哥 叫秦安 你一定要尊重 不得慢带 还不过去 给老哥哥磕头吗 老哥哥戴上 我给老哥哥磕头 蹦蹦蹦 磕头都戴下 秦安赶紧把他拆扶起来 秦琼又给介绍 这位是你嫂子 就是我妻子贾氏 见过你嫂子 嫂子好 登登登 撒头 秦琼一直贾氏怀里的孩子 五岁的 秦怀裕 这是你小侄儿秦怀裕 而小侄儿你好 蹦蹦蹦 又撒头 这下边大伙全都乐了 罗生星一看别人乐 他也乐了 哎呀 老太太纷飞声 快点白暗 给秦琼我儿接风 这一家人 昏天喜地 乐的是不得了 哪知道乐极 要生悲